英雄联盟手游新版本将为召唤师们带来众多系统优化内容 为了让召唤师们能够更好地体验游戏 英雄联盟手游对任务系统界面与规则进行了重作 新版本奖励升级 活跃在召唤师峡谷的英雄们将获得免费的装扮道具与独家皮肤 与此同时游戏中的任务目标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以便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任务供召唤师们选择 新版本中最大等级限制将被移除 召唤师们可以在达到40级后进入巅峰等级系统 巅峰等级由不同的星星图标表示 召唤师将在提升等级时获得一颗星 获得三颗星后星星图标将获得相应的升级变化 召唤师的星星图标会在对局载入界面 个人资料卡等页面进行展示 英雄联盟手游将在新赛季中添加大师之证 召唤师们在对应赛季达到大师段位 即可获得对应的图章 此外召唤师在收集赛季内对应赛季专属的大师之证和赛季皮肤后 还能够解锁该赛年的赛季奖杯 在新增加的赛季殿堂中 召唤师们可以查看自己或他人对应的赛季奖杯 大师之证及赛季皮肤 新的收藏加系统中 召唤师可以通过名片上的收藏按钮进入展示墙 在收藏排行榜中 上榜召唤师的展示墙将会被轮过 未来 英雄联盟手游 仍将根据玩家反馈进行相应的优化调整 使召唤师的游戏体验更为顺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